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歌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 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三级联播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先看一下第一副盘 这个牌倒是一般呀 缺搭子 反正牌也不太好 索性风向都不打 留在手里 看看能不能给自己创造一点机会出来 对家倒是启动 看样子对家应该是碰碰糊 不然的话东风也不会打那么早 来五条 先打腕子 上架也启动了 四万抓队 再打六桶 九条抓队 先打东风 现在手里有三队 我这个牌也可以做碰碰糊 抓花 杠八桶 八桶直接打掉 七条也来对 那这个牌就不想去做碰碰糊了 上架要吃三条 被下架给碰了 不管下架是不是被动 这个牌都有意思 起浪了 起浪了 对家打八条 碰八条 打四万 对家打六条 六条开碰 打北风 青一色一上张 七条找朋友 上架混一色 下架和对家都是碰碰糊 我的牌是青一色 如果西风找队 就做混碰 对家打七条 碰七条 青一色能听牌了 但这个牌想了一下 并没有去敲 而是想着继续做大做强 想去做亲碰啊 这个牌老子有炮啊 不管是不是和对家包掉 条子都不会有人打了 再没有摸到十几条 赶紧上厅吧 都已经包掉了 还想那么多干嘛 对家厅九条七桶对导 那这个牌看来我的机会 和对家倒也差不多啊 因为上架手里肯定是有条子 上架手里只有一张四条 那我这个牌是最好 还有三张在牌上里 下家碰碰糊大雕车 单调一桶 这个一桶也有两张 对家的牌最少 对家只有一个七桶 还是我的机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糊牌只要一张 这个牌就看谁的牌在前面 因为老铁觉得 我和对家都包掉了 为什么下家还要来上艇 主要是因为 我们两个花都不多 牌型不算大 下家花也不少 出手张不点炮 所以说就敲了 对家九桶开杠 杠个四条点炮 铁子们算一下 凯哥这个牌收几分 还好对家杠冲 要是让我摸花 对家就走远了 看一下第二副牌 上来就碰了一个九桶 下家也启动 上家也启动 又是三家启动的牌型 对家门清听牌 这个牌感觉来不及了 见二统的 那就打一个胜张二万 二统一来 倒是有点机会 走自己的线打五万 看样子 对家应该是停在条子里 下家打七桶 七桶开碰 这个牌不能开杠 要留个七桶来靠张 毕竟三桶被上家给碰掉 这个牌有点不太好弄 上家打四桶 这个牌吃四桶没意义 抓一桶 这个时候七桶倒是可以开杠了 杠个二桶听牌 这两个牌上得舒服 青色听三叫 二五桶带一桶 一桶没了 绝账二桶肯定是有 五桶现在看来也应该有 就算对家手里有一对 那还有一个二桶 还有一个五桶 好牌 大家本来要做混一色 现在碰八桶 改做碰碰壶去了 抓画 杠的牌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下家碰小鸡听牌 打七条电炮 这个牌没护掉 真的是可惜了 我的牌还有四张在里面 下家不做碰碰壶就好 条子就出不来了 看一下最后一副 最后一副起手无花 搭子虽然齐了 但是很一般 来六桶就是一上账 这个卡账来的挺好的 抓花 杠三桶听牌 不来花不听牌 上家打三万点炮 一个花四分 加个苍蝇十四分 好 感谢观看